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时代 有时神的子民受害反而有很多人拍手掌 但是神将这件事一百倍做回在美国身上 而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 就是在8月17日开始以色列撤离时 以色列总理沙龙是命令当时这些人要撤离 而事实上在9月7日的新奥尔良市长Ray 亦发出命令强制性要这些人 因为Catrina的缘故要离开他们家 另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以色列要发这些军队 逐间逐户去趕这些以色列人走 但是当Catrina完了之后 美国也是逐间逐户发军队去救这些人 或者救这些伤亡的人 另一个很有趣的 我们在电视新闻也看到的相同的地方 就是以色列人被驱走的时候 用巴士用不同的地方把这些人 因为他们什么财产都没有了 所以将这些人送去以色列不同的地方居住 但是这次Catrina的大风打烂的房子 有几百万计的人要迁徒去不同的地方 美国也一样用巴士 用很多不同的工具 将它运到不同的城市去居住 只是小布殊自己的家里的州 Texas 已经有25万人运到那里了 侯斯顿的天空体育馆 就直接装满3万3千人 有15万人就去了侯斯顿的酒店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 都成为一个大新闻 有些新闻直接访问这些人 你现在搬来这个新区域 你又怎样? 习不习惯? 那些人什么都没有 只是几件衣服 去到一些地方的州 只有一间屋住 你看这两个对比是很有趣的 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以色列人遇到的事情 美国的人民是一模一样 遇到同一个剧情 所以在以色列的南部 就毁灭了2700间屋 以色列南部 但现在在美国的南部 最少毁灭了22万5千间屋 是一百倍的 刚刚差不多一百倍 另一个对比 就是他们所毁灭的以色列 基沙这个地方 是他们的农业区 所以很多人的工 就从此没有了 同样在路易斯安拿州 和很多沿岸城市 很多人的工 都一样毁灭了 所以以领袖来说 沙龙就是见证 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迁征 但七天后 布殊就见证 他们自己国家 历史上最大型的 无家可归的人数 而射顺卡尘尼打完后 只是美国这些清 他们的垃圾 都在说是9000万吨 每个人都是灾区当中的灾区 因为他们要动用他们的海军 陆军 他们的边防 他们的不同的人员 事实上在里面是搞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我们在说Pranix 我们就会知道 因为他们逆施 罗亚方舟 就是把他们的游轮 拍到新奥尔良 而让这些难民上船去住 去移车 所以在里面的小插曲 他的做法就是这样的 先从任何资讯都发现 就是美国总统 是命令所有旁边的城市 因为有些城市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去到的 那些城市不是灾区 但他们是命令那些城市 全部是不准够进去的 不准够的 明明几个小时可以进去 但那班人数天都没有水没有食 没有人救援 但一进去 他就派军队进去 而派军队进去 不是够难民 就像杀暴徒那样 他进去 见人走就杀 见人走就杀 所以有很多丑闻从这件事出来 而后来他们才发现 原来他们尝试 当美国日日遇到这么庞大灾害的时候 那些人逼到哪个程度下才发狂 他是为了研究这件事 所以当时小布殊走出来道歉的原因 就是什么呢? 因为那些人发现很不妥 因为几天里面都不够人 明明几个小时都可以来到 食物几个小时都可以来到 红十字会有很多这些传门不准进去 只是被军人带着枪进去 那些难民来过去哪有枪 他连衣服都不多见 但他们要带枪进去见人 然后当那些人投诉的时候 他就说是我们的误会 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当时新奥尔良的市长 他说是我们美国历史上 美国对自己人民的一个放弃 好了 但接着这件事之后 他就聪明了 他去找斯罗亚方舟 拍几架游轮进去 游轮进去 游轮进去之后 就叫他们上游轮 看看他们的难民 在这样的急烂之下 他们并且在慌忙之下 究竟用军队是怎样可以维持秩序 而也看到他们能不能住在那里 他竟然是用这一样 去研究PANIX来的灾难 这个详细我们稍后 在讲关PANIX的时候 讲到其中一样 现在全世界政府的预备 除了地下城 就是罗亚方舟这个概念 到时大家会分享 另一个相同有趣的特点就是 我们所讲的这1万个以色列人 只得48小时通知 离开他们已经住了35年的家 你想想看加南半屋 只得48小时通知 是几惨的 但我们现在讲的这100万人 他们住了一生的地方 都只得48小时通知 而另一个我们可以在新闻里 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相同的影像 就是以色列人爬上他们自己的屋顶 为了延误这班以色列士兵的天賊 他们自己的故居 但在申奥尔良 我们在电视新闻里面都看到 极多人都是爬上他们的屋顶 等救援的 两个景象都很大相对 这个灾所导致的现象 而另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对比 在新闻里面都有说的 就是什么呢? 当以色列人被逼走的时候 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祖国土地 他们没有想到会逃走的 但现在要逃走 他们搞到要挖回他们死人的坟墓 带回尸体走 但是Catrina这个风 正如我们所说的 历史上最大的风暴潮 打到进去的时候 竟然将这些城市的大量坟墓的尸体 全部捲出来 所以救援人员说 他们在船一路走的时候 一路撥开尸体 但那些尸体不是刚刚死的 那些尸体是在坟墓里面的尸体 去救人的时候 所以越说越恐怖 你看到那种报应 你千万不要去难为神的受告者 你想也没想到 因为神那种真实是令人震惊的 因为另一个很有趣的对比 就是以色列当他们迁册了之后 他们要将那区隔离了 不让以色列人再回去 但是同样 今次这个风打了美国的城市 全部都一样变成禁区 以前来说是立刻让他们进去的 但刚刚才说了 他们是封住了 不让人进去 不让他们救援 不让其他人进去 而事实上这个封锁 导致美国最大的怨声 近代来说 就是美国自己放弃自己的居民 但同样 所以在这件事之后 以色列的全部的市民 都对政府不满 觉得以色列政府是放弃自己的居民 但同样在这件事件里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在这件事之后 全美国都怨声在道 说美国是放弃自己的居民 是直成的声明用的字眼是一样的 而在整个以色列遷册当中 布殊最后答应 去赔偿这些搬迁费给以色列人 是22亿 是否说22亿 22亿 但在Catrina打完之后 美国受到的破坏是2000亿 是刚刚100倍 人数、屋的数目、钱的数目 也有没有那么对 是否 总之就是 最后一个人 离开了殖民区的时候 由Catrina纯洁的风出现 我相信在今次这篇讯息 你就会发觉 神真的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还有48小时的审判 我相信只是关于这两个灾疫 你都已经肯定是神的真实